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三聂西教授的一个第三点新界内容 对于未知聂西的话可以自我把握探寻的尺度 也许正因其可控的好奇心 他是本组中唯一一位现存的参与者 这里的话需要注意 第六组的话一共进行过两次实验 第一次实验的话是聂西跟G4代同一组 然后这一组的话本来的话是五个人的 第一个的话目前还没有什么太多的线索 第二个的话一次是麦尔斯 也就是红蝶的丈夫 第三个就是祭司 第四个的话是聂西 第五个的话是疑似胡锦之境的作家 而第六个的话是在第二个意外上升之后加入进来的 从目前线索来看的话 疑似纳达伦也就是胡锦村那个调查员沃尔克的一个兄弟 同时呢也是聂西实验室的一个清洁工 然后这边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次实验这些成员的一个结局 在第六主实验过程中 聂西前程拥有实质的警惕性 即使在五号也就是胡锦之境的作家 现计局面已经完成混乱后也能清醒的与危险保持距离 在实验的上后处理过程中也就是实验结束后 发生了医疗之外的情况 实验结束第一晚起 一号的话以处理室中消失 也不知道是怎么消失的 在地面留下一片水质 次日的话祭祀也消失了 同样仅留下深色的积水 同主除了聂西之外的其余五个人 接在其后三日内接连消失 其中包括已经确认上升了参与者的尸体 然后这边给出实验总结就是 目前还不清楚五名参与者消失的原因 但经过检验 留下了水质与胡锦村的湖水成分高度相似 关于第六组消失的五个人 无论从生命体真意义 还是说从现实肉体的意义上 都已经不复存在 而比起消失 我更应称他们为是被抹除了存在的证明 在层层监管下 破为了一滩潮湿阴冷的水质 这个层层监管下的话 应该就是在实验过程中的一个监察之下 然后这边我们再来看一下聂西的一个安排 它是本组的一个幸存者 被安排到了下一组的一个实验中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一组的一个参与者都有谁了 也就是先知调酒师 聂西以及空军 这里的话空军的编号跟上一场聂西的编号是一样的 是6-1-4 所以这一场的话聂西的一个编号 应该不是这个 应该是另一个 那么就6-1-3 那么就6-问号-3 那么就是6-0-3 然后这边重点讲一下这个空军 也就是假空军之名不具 而真空军的话 他跟麦尔斯是一个同伴的关系 麦尔斯的话也就是红蝶的账户 同时呢他也是一名军官 然后他跟真空军约定好 要来专业进行一个调查 但是三天后 麦尔斯来到专业的时候 并没有找到真空军 那么真空军有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呢 就是被将领主意开插掉了 然后他的身份给了后续的假空军 第二种选择呢 就是有事情然后来不了 然后这边再来讲一下 为什么6-1-2的话 疑似是麦尔斯 实现的话麦尔斯在之前的线索中提到 他来到专业参加过游戏 而之前的实验主像第五组 第四组第三组的话 都有具体的名单 那么他可能参加游戏的话 最多也只能是第零组 第一组跟第二组 但是这几组的话 跟假空军的一个时间间隔太久了 其次的话是麦尔斯的妻子 他的话与胡锦春 也就是无你的叔叔 柔金的话是有一个线索的 这里感觉好像是被当成祭品 然后泡入到湖水死了 在游戏中的话 也可以看到红蝶的一个波罗巷 在翻窗的时候呢 会留下一些水质 所以说这个跟第六组 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不知道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以上的话就本期视频内容 喜欢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